爱情里的偏爱永远都是最让人心动 周蜜在见到小鲜的第一科技 看她的眼神就实在谈不上清白 我叫周蜜 就是周蜜的计划的周蜜 哦哦哦 我也姓周 你也姓周 我叫周星竹 周星竹 这个就是一见钟情吧 送死周蜜就化身成定期狂魔 在小鲜说起自己的理想行时 她更是集中了12分的注意力 其次就是一个责任心 然后上进 包括对另一半有规划 然后自己的家庭有规划这种 只有这个女生讲的时候 周蜜在接话 周蜜就是很喜欢这个女生 再对比一下别的女嘉宾在周蜜眼里 心理甚至还不如一盘水果 这谁能不说 才一句双标呢 当所有人结束聊天 准备去往下一个地点时 周蜜还在心心念念自己的心动对象 我选你吧 可以可以 哦选了周蜜 不不不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周蜜的头脑 小鲜原本也想选择坐周蜜的车 但当她看到副驾驶已经有人后 还是改变了主意 这可把周蜜挤得额头都冒汗了 好像没有规定说不能坐两个人是吧 周蜜好希望周蜜只能上他的车 你要邀请我吗 都可以 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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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来吗 那我跟大哥走吧 虽然这次接触遭遇了失败 但她可没有退缩 到了晚上护送新东西的时候 她直接无视了要求秘密的规则 只为表现自己对小鲜的坚定 给我展示你的优秀版 我看到了 又撒脏的不很快 我应该中的你了 签了个名 她是实名的呀 我投给的是周蜜竹 因为好感 我不希望就是绕弯子 我很喜欢这种很直接的表白 而她的这份勇敢和真诚 也并不是昙花一现 在选择第二天的约会路线时 周蜜再一次只求出金 这次我得问一下 你你选啥 其实心里当时已经就是 她选什么我选什么 她坚定地选择她 做足了那么多准备 她在约会当天 也当然不会掉链子 现在是不是 要什么选人之类的 你选吧 哼哼 哼哼哼哼哼 我一点都不英语 因为小鲜不会打台球 周蜜就自告奋勇担当她的教练 也是在这里 周蜜向她展示了自己 富有耐心 且温柔的一面 这样的宠爱真的很打动人心 因为足够真诚 所以连其他嘉宾 也忍不住为她送上助攻 我会说六个动作 六张情侣照 你们俩 自己近一点好吗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周蜜 公主抱 小鲜 害羞了 乔着两人一脸甜蜜的样子 看来这一堆的未来 是显示大好的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 周蜜对小鲜的爱意 不仅为有消耗 反而愈演愈烈 现在好像正儿八经的上头了呀 不是你就没了 你就这一句啊 就这一句啊 简单几个字 说给竹子听 旁边的嘉宾们 真是被为了满满的一碗垢凉 因为周蜜从来不会 显示自己对小鲜的喜爱 这份赤诚真心 已打动了旁观的骤人 你会对什么样的女性会心动 有这个独立自主的 有上进心的女孩 她在贴周蜜竹 外貌呢 那肯定像 像你这样吧 自该这样说 所以说这样的偏爱 真的太好课了呀